铁铲工具箱都上桌的火锅店 台中汉口路新开了一家工业风的麻辣火锅店 我被变形金刚及复仇者联盟的道具吸引上门 菜单设计的简单 但秘密有趣让人会心一笑 锅子上桌 服务人员会先用葱、姜、蒜、爆香 做法类似石头火锅 炒香后加入浓郁的麻辣酱做麻辣锅底 而三角形的铁盒是用来绿香料渣的 不吃辣的人可是是鸡骨及豚骨熬煮的白汤 有趣的是这儿吃锅不沾酱 配的是特制鸦片辣椒粉 但辣粉吃来不太辣反而带甘味 麻辣锅底少不了的鸭血及豆腐 豆腐入味而鸭血软滑但不腥 安格斯沙朗牛肉切得很大片 冒着干冰颇有失趣 用开工铁铲装的五股牛小排 蒜煮后软嫩配麻辣锅很对味 这个菇类拼盘则是孤如其名 果然是用一个篮子上菜来着 而装着工具箱送上桌的海鲜 有九孔包及干贝红虾 感觉很超值 牛三宝卤味拼盘 分量很霸气 鲜卤入味的牛筋牛肚加肥肠 口感也很有嚼劲 麻辣汤头香辣 但香料渣颇多 得背心绿一下才不会吃得满嘴渣 东新闻 真的进入吃火锅季节了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